哈喽大家好小九 这个卧干应该今天就发完了 就只有这么一点了 但能下单的话就还有分成 不能下单的话就没有了 就年后了 等了年后再买卧干了 还有我们挑出来有个几百斤 大概有多少单 四百斤之后 四百斤除以九 算出了四十单左右的小果 就是像这样子的 这个是选出来的小果 这是给大家上的那个酒精特价的小果 这个没有多少了 这个应该只有 上好统计好数量了 只有这个几百斤应该就是 几十单吧 其实口感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是大小问题而已 就只要这么一点 整片果园就只有这么一点小果 已经上好库存了 大家想要这个小果就赶紧去拍 这个是没有多少了 应该就这 今天应该就发完了 然后咱们其他的果 已经设置好库存了 咱们能拍就是有货 拍不了的话就是没货了 这个是日晒果 这个不要了 这个到时候还会再挑的啊 小果的话我们是不 就是收获的话就不包大小 还有不包口感 因为它都甜的 口感是没有问题的 这可以放心的 不包大小了啊 如果有压坏的话 我们就是包收获的 还有没有水分 拿着晒果这种是包收获的啊 像这种皮花的其实没有关系的 也好吃的 我们现在去河池的路上了 现在刚刚刚进高速路口 然后大哥跟徐姐是坐一个车吗 是他们自己开车 让他们自己开 后面那个是不是 我们刚出了都没看到他 大哥那个车哪有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 你看一下 后面那辆闪的闪的光是 闪的那个光是是吧 因为大哥不怎么开过高速 有点担心他 但是没关系在前面带着他慢一点就可以了 反正徐姐跟着他没关系了 那他们俩人是借在车上的 对呀 好聊 对呀 联络感情 嗯 我没想到大哥真的去 你以为要问牛吗 他找人安慰了 找人安慰了 哎呦我以为那个是大哥的 飞那么快结果不是 哦大哥在后面 你要带着他吗 现在以后进入白猪汤隧道 咱们就和磁建了 我们握干的话就剩那个小果了 应该 哦 就上烤库存了 大家能下单的话就有 如果不能下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只能等到年后了 以后咱们再给大家发布 今天先带大家回去看一下香牛 对 现在先带大家回去看牛先 看一下啊 淮浆的牛 是怎么样子的 我叫特撒 昨天好 很多朋友说赶紧上架 我要下单 因为他们说在外地买的牛肉 又贵又不好吃 外地的那种都是打水的 对 第一是打水 第二是水牛 口感不好 他没有香味 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牛肉的人 我们一人看一半哦 要等着大哥 再等 大哥不敢超车的 我看到了 在后面 看到没 后面那个白白的那一辆 就是他 不是第一辆 再往后第一辆 你要跟 你要在他的道上领着他 在他的道上领着他 我说他是大哥 我是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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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叔顶着他 你看到大哥没有 没有 真的没看到他 没事 那就慢慢开 慢一点 我看到了 我们也开很慢的了 81百 没事 慢慢来 要不要去柳州吃这种螺蛳粉 还算了 下个柳州 我觉得走那个路 我觉得旅游费能顶几碗螺蛳粉 去到何时再吃 去到何时吃牛肉是不是 牛肉粉 吃牛肉粉 去到何时再吃这种 确定不回来过年 不回来 回来干什么 去看一下 你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把它给收买了 没有收买 天天给果汁一般都可以收买了 天天一直握干就收买了 你这么好收买了 没有错 注意安全 等一下累了 我再看 大哥 我要去采访一下他 怎么样 还可以 怕不怕 不怕 徐姐怕不怕 我开车 大胆的坐 我跟你说 徐姐敢坐的车已经是真爱了 我跟你说 开了很慢的 应该没事的 要开60码以上 60码以上就可以了 这个都有一百多了 放心看 上来休息一下了 应该没事 徐姐要不要吃东西 跟你去买点东西 走 好大的太阳 我们去买点东西吃 因为车上没有东西吃好无聊的 没有东西吃 我又想睡着了 睡着了 老潘开车他也有点 闷 给他说话 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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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把这辈子能聊的话题都聊完了 那下半辈子怎么办 哈哈哈 哈哈哈 说话